好了 这里似乎已经把牌照卸了 牌照卸了 然后把户外新车 二手车都要照卸 里面检验一下 其实二手车跟新车过户照牌其实是一样的 里面都要检查 都要派 Hello 大家好 我是好哥 今天是7月23号的下午2点10分 早上从上海出发又来到了舟山 这次来舟山的一个目的是 有一个车友他急着想卖车 在朋友圈卖了 但是我那对 这块车我还是比较感兴趣 因为到处一直想买一块 福特的车 也有很多车友跟豪哥返汇 一直问我豪哥那个福特车怎么样 其实说实话我没开过没用过 我也真的不好说 对吧 主流的底牌 做房车的 Evic我开过来 大通我开过来 然后就差一个福特 那个新时代那块车 奥迪2T的手中岛 我没开过 所以我想想 因为他现在 配置太低 原厂的配置 不好慢 所以说我把它收过来 然后我自己把它全部升级 然后自己 体验一下 然后 以后车友问我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块车的优缺点跟大家分享 底牌是非常经典的底牌 动力也不错 2T的动力 都说那个油耗又省 操控性又好 所以豪哥今天把它收过来 下次把它升级改造以后自己用一段时间 好的话以后还会再推出一款福特这样的一个底牌的车 好了 那边在排队马上要过户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Let's go 到处在排队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台车 我个人感觉特别漂亮的一款车 这个流泻型 万乖都特别漂亮 而且这个车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款 一个造型 到处也一直想买这款车 因为价格太贵 那时候下来这个车油 下来大概51万多吧 加进52万 现在卖掉了就亏20万 我那也没有就是说 趁人之危 砍人家架 他也值得要卖掉就是因为要去买B型车 开好了人家的一款二手B型车 所以豪哥呢 他适当给我的优惠一点我就买了 最主要的是因为豪哥也不是什么车贩子 对吧 然后买灰热嘛 自己也写开一下 一下用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高度只有3米 我觉得高度是非常好的一台车 发动机声音也比伊利克轻很多 有一点点小刮小碰 会有一点 整体的车质量没问题 因为他这个开的也不是很多 给大家看一下 特别漂亮 所以 下次要 豪哥要开这款车出去玩玩 感受一下这个车的一些操控 这个舒适性会怎么样 刚才 来了一个那个咨询了一个里面的一个交警 他说你这个二手车交易了先要去开发票 大概要交500块钱 然后来了一个 拜那个 这里二手车交易的人 然后 上牌100块钱 手续费300块钱 总共的500块钱 大概800块钱 或者900块钱 全部搞好 那想想他们还是给他们弄吧 我觉得轻松一点会更舒服一点 这个八百八九百块钱 叫他格格好 因为这个车啥都没动过 因为他后面加了一个爬梯跟自行车架 已经拆掉了 就这两样东西拆掉了 其实过户非常简单 我们自己去办的 其实说实话 就是没头绪 我觉得还是交给 专业的人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 800块钱交给他 我们也轻松一点 好 好了这里师傅已经把牌照卸了 牌照卸了 然后把 把那个发动信号拓引一下 然后去那边排队 再去解业一下就可以了 解业好就可以过户了是吧 对 解业好就可以过户了 看完交易发 再解业好就可以过户了 老婆 老年龙解业好 交易发票开好 对就可以过户了 就过户可以做牌照 现场做还是干嘛 现在做呗 现在就可以 今天下午都可以弄好了 选号码了我叫你 OK 太好了 给你选个4个8 4个8可能吧 还4个8 一点小包就选到了 真的 所以专业的人交给专业的人干 所以以后 找个这样的事务 弄还是方便一点 对吧师傅 人家也挣得小切对吧 4个8 还要包红包 4个8 我给你 你给我弄个4个包 我给你888 对吧 怎么样 对对对 我们一会儿拆了牌照就可以进去 过户了 我起了 那个小鲁要不要 跟你合个言 给车合个言 这个现在 对呀 要给你合个言 先跟你合影 哎呀留个影吧呀 要不你下次就就 你这第一台车 就没了 你这一对我的车都合个影 来拿个手机过来 我帮你拍个合影 哎呀我们小鲁 小鲁那个那个 第一台车啊 好了 拍是吧 好嘞 好了 不管新车 二手车 都要掃蟹啊 里面检验一下 警察同志要看一下 核对一下 然后 就可以 过了 就可以 可以 呃 掃牌了 啊 其实二手车跟 新车 呃过户掃牌 其实是一样的啊 呃里面都要检查过 都要看过 啊 手续全部齐全 那就可以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就可以 然后去开这家二手车的方票 大概交500块钱啊 因为我们这个车才两年嘛 所以要交500块钱 要是三年以上了 那就交400块钱 然后交了费用以后 就可以去 选号码 扫牌了 然后把自行车架看一下 自行车架已经拆了 然后这个 哈地也拆了啊 呃 这个属于超查的部分 好了弄好了 我的新车也就可以去 我的这款车也可以去扫牌了 啊 然后回去 再去驾照一些锂电池 太阳能板 那这个车就非常好用了 唯一的要改的现在就是 呃 锂电太阳能 别的都不用动 啊都不用动 啊空调也没问题啊 空调是宏都小小空调 这个空调我以前用过 也非常好用啊 性价比也高一点 呃唯一的就是太阳能了 跟锂电池 好了挑了一个 4001R的号码 哈哈哈 这个有重不同 好了 车子已经停回来了啊 现在等着扫牌了 然后这个车要改的部分就是 电太差了啊 打了一半个小时已经没电了 啊这个两块切摔肯定不行 啊我们要在这里家里电池 800或者1702能抓1702就抓1702啊 啊整个操控台在这里 啊特别居家的一个 操控啊 来看一下 哦这是电源线 只有这个冰箱冰箱的质量也可以啊 超烙的这个质量还是可以 所以是国采的 这种效果特别好啊 超烙的声音也不是很大 然后后面嘛就是一个电磁炉 这电磁炉好像是坏掉了 空调嘛红度空调声音还可以啊 晚上打睡眠模式就没问题 这里是一个操门 这个操门下次最要改一下 最后我也有意想 啊然后这里是抽屉 微波炉 特鲁马的燃气热水器 然后这里是衣柜 啊我特别喜欢这双床 这双床感觉稍微短了一点 我这个个子应该没问题 1米85左右 1米85到1米9 1米85左右 但是后面带一个 后面的一个窗户 啊然后上面是一个 把东西东西 东西啊这个设计还是挺漂亮的啊 大家看一下 然后上面是一个额头床大额头啊 它是有层次的 这样层次的也感觉挺漂亮 买这款车呢是 内豪的人买啊外豪的人 懂不了 因为福特这款车呢只有 内豪的人喜欢 因为他的 所以是手动导 像豪哥这样手动导能开 喜欢福特的人 特别喜欢这款车啊 他的操控稳定性啊油耗经济性啊都特别 理想 唯一现在卖的越来越少的是原因是因为 他没有自动导 这是他最大的缺陷 现在买房车呢都喜欢 自动导 对吧 所以这款底牌到底怎么样呢 豪哥那天开了一圈大概开了就两公里 感觉印象还是不错 啊 这个 开回去以后呢我会先去旅行 旅行好了以后回来呢 这台车去升级 因为这个你电池 太阳能不升级的话 你根本不好用 下中下天的话你这车 打一个小子就没电了 那肯定不行 对吧所以你电池要去 升级然后太阳能升级 然后 等我这次旅行回来我会 开这台车 去走走去看看 然后把一些使用经验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好了今天视频就 分享到这里其实这款车过货也好 烧牌也好我觉得特别方便 半天 两个小时吧 搞定了 好了现在已经是 4点10分 告诉应该 两个半小时全部搞定 现在我们就等着拿牌 拿好牌以后 小顾开着这个车回去 然后我呢 这里晚上再待一天 因为我有个摩托车啊有点小问题 我要去弄一下 明天早上回上海 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